記者稱唐山採訪時被無端扣留 台灣小夥如何看待此事 大家好我是好A 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時間是2022年的6月19號 好A來自台灣的南投市 目前居住位於河北省唐山方向 西200公里的北京市豐台區 這期影片要跟大家講述 記者稱唐山採訪時被無端扣留 台灣小夥如何看待此事 寫這篇稿子的時候 到現在其實過了一段時間 我不知道唐山這件事情到目前拍攝 還有我寫的這篇稿子 這段過程當中 以及說這篇內容我能不能說 我想了一段時間 到現在我心裡還是沒有一個答案 我覺得很大概率 沒辦法去談論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 但是我還是想說利用一個時間 把它錄製下來 我不知道後續會不會改變我的心意 那我就接著跟大家講 本期的這個內容 涉及目前唐山的形勢 網友給我的反饋 公益捐款 進度 以及我的看法 目前唐山的形勢 在昨天傍晚西瓜熱點 關於記者稱唐山採訪時被無端 扣留 截止是寫稿的時候 是今天 19號的凌晨1點鐘 約有800萬個熱度 在討論這件事情 原文來自西瓜視頻的 眾報視頻 眾報視頻 是山東省互聯網傳媒集團 成立於2015年的7月17日 成獲得2020年的省內文明單位的殊榮 所以呢 好會認為這篇是可以口述的 內容提到貴州的記者 唐山採訪被警方無端某某某某指訪 內容有一位戴黑色墨鏡口罩的男子呢 支撐是貴州廣播電視台 百姓關注記者張某漢 全場呢 大概有一分44秒左右的這個視頻 張信記者表述呢 在6月11號至貴州抵達唐山 稱被破口大罵 太沒素質太沒文化了 等等相關的內容 比較敏感一點 我不是新聞從業人員 我就不描述了 經過我的核實啊 我搜索到百姓關注 這個隶屬於貴州廣播電視台的官方帳號 有一條視頻呢 發布於2022年的6月14號上午 10點27分發布的 整條視頻的標題是 記者探訪唐山探考店 打人事件事發地 原本熱鬧街道 如今門庭冷落 這個視頻是56秒 有3.3萬次觀看 最後第54秒的時候呢 有張某漢記者的這個落 表明一啊 相關內容呢 各大專業媒體轉載 表明二呢 百姓關注這個頭條號 除了認證之外呢 還有接近1200萬的粉絲 表明三 自稱記者的墨鏡口罩男子姓名呢 在6月14號的這個視頻的末尾呢 記者名稱那邊呢 有落款 大家感興趣的呢 可以去了解更多 我就不贅述了 這篇重爆的視頻呢 該視頻呢 有超過256萬次的觀看以上 底下內容回覆呢 高站排名第一的是 簡直難以相信 有1.4萬個站 排名第二呢 是唐山會亂是有原因的 有8965個站 排名第三的是 唐山有點陰生生的 有5174個站 整理一下失序 從6月10號凌晨發生的事件 由於監控錄像的曝光 內容傳遍海內外 輿論嘎然 接續的是網路興起 實名舉報的熱潮 接著呢 是展開雷霆風暴等 掃黑掃惡的事項 透過各方的關注 導致目前 雖然已經事發9天了 至今還是有不少關注的熱情 我再次重申 唐山事件 我本人 是關心此事的普通民眾 我沒有新聞資質 了解到大多的素材來源呢 皆為知名且合理合法的機構 產生的內容 看到這篇重爆新聞的這個 視頻所傳播的內容的時候呢 我本人是比較詫異的 僅能以難以相信形容此事 於是呢 我付出許多時間呢 去了解這件事情的真偽 以及來龍去脈 最後呢 不得已已比寫下此事的經過 這期的影片呢 是好A在北京生活講述 近期大陸新聞相關 河北唐山事件的第八期 請不要因為我的身份 給我較負面的帽子 非常感謝每一位 為此事發生 為此事關注的朋友 以及留下來願意關注好A的人 都是善良的人 唐山的社會事件 加上本期呢 是第八期 將於六月份的創作收益 好A將會起轉換成 支柱婦女兒童等相關的公益項目 將來自網友們的善心關注 能有實質性的善意傳播 也希望唐山的熱度呢 延續到大多弱勢人群的需求 得到社會大眾給予溫暖的那一刻 這期影片好A就錄到這邊 目前前六期所有平台的收益 加起來呢 接近五百元人民幣 也就是本月愛心捐款大幅度的提升了 如果你覺得本視頻還不錯的話呢 你可以幫忙點個讚 如果你還想看到好A持續的更新的話呢 你可以關注我 祝福大家平安順心 祝福大家好好吃飯 我是好A 感謝你的收看 期待你的留言 明天見 再見